今天是第十五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主题是防范灾害风险 护航高质量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 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地震 火灾 洪涝等灾害 随时可能发生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以及民兵预备役人员 作为重要的抢险救援力量 连日来纷纷开展灾害救援演练 提升防范灾害风险能力 近日 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 在驻地水域开展侦查搜索 冲锋周边队 水上救援等 多科目综合演练 检验部队水上抢险救援能力 我们要树立宁可备案不用 不可用案无备的思想 不断在实践中 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锤炼部队全天候辅大条件下 遂行任务能力 联勤保障部队在灾害救援时 担负着物资供应 为勤支援等任务 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 开展物资紧急收发演练 确保灾害发生时 保障物资能高效送达目标地域 我们结合物资受发作业 常态组织抗洪抢险 资源保障行动全过程演练 旨在提升官兵应激战能力 不断航实部队资源保障基础 在湖北咸宁 山东济宁 安徽太湖 消陷等地 针对近期强降水增多 河流湖泊水位暴涨情况 民兵分队组织拉动点验 紧急出动 水上救生 堤坝强险等科目演练 提升民兵队伍快速反应 处置和救援能力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演练 确保一声令下能够拉得出 用得上 打得赢 我继续保一声令下能够拉得出